哎呦 不會讓粉絲失望的 唱歌的時候又沒有那麼陽剛 唐日暉 可以 他知道風哥喜歡的 可以 他心裡有數 新方第一在心中從不變卦 我在這裡給0731打個電話 編一段要吼烈 我什麼都不懂 我也沒聽懂 早送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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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选错就选了 我觉得我也就是选错了 对吧 没法让咱们四个 国导选都不是很花的那种 都很实战型的 这个就是没有的印象 平常你对不起 选择真的很难 我觉得 因为到了后面 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了 不太容易出现说 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就一打一了 对 我觉得平常印象 他不喜欢投篮 三对三手可能就有点落 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还行 还好吧 但是肯定有点失望 这个事要是有的话是什么样 名字是翻过来的 有点可惜吧 但是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我感觉我实力也 打三对三 确实不如他们晋级的实力想 他们导师也是想让自己的队伍赢 也不是就说 你个人实力或者说什么 他想要的是自己 队里缺少什么样的球员 然后他自己选 接下来有请被誉为内线大力神的铁牛 牛牛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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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他就是走到哪儿都是我们的目光的焦点 嗯 铁牛那个身材很魁梧 谁见的话都会怕 先不说怎么 我这身材走进去就足够吸引他们 铁牛 先打电话 来 赶快 钱龙哥压爆发 我们先打电话 铁牛 从比赛开始来讲 我觉得他罚球很准 那来底下 你看大家都拿他没辙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谁可以跟他打 所以他如果去到别队 我也觉得挺麻烦的 我们先打电话 小龙 他不老先打电话 我们应该吼打 我们应该吼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你们当时没听到 观众朋友们你们当时没听到 电话马上响起了 应该 已经打来了吗 这么着急的吗 对电话温柔一点 喂 哈哈哈哈 视频 我以为是视频通话 不是视频通话 我以为是视频通话 我是杰伦领队 哦 我知道 我跟你讲 我是第一个 赶快抢 跟他们打了打了一架 把电话抢走了 打了一架 我跟你讲啊 希望你是这个 发自内心的 选择你的领队 舒豪再跟你讲完 后来谁再打电话来 就不要再接了 讲真的 讲真的 天牛 豪哥 对你好你好 就是我们四个领队 都可以听到你说的话 所以你可不可以解释 我们谈的时候 你最后会加哪一个队 你的回答是什么 大声地说出来 你大声地说出来 我的天牛 的时候 我生 如果是周觉倫跟李一锋 你会选谁的就一 我一定会跟他面对 问他为什么你一直这样子 那我再考虑一下 好 希望你可以加盟我们的队 好的 他说了他要去分三 没有 怎么还可以充许 能不能把他说成一句 我们要挂了再打吗 要再打吗 野牛的优势太大了 他的身体在内线的优势 太明显了 非常希望他后面能够来到文贾伦的球队 来个视频 来个视频就完了 对啊 你来个视频 不要接 不要接 怎么不接 来电话都不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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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一 你也挺 太挺我了 你等一下 这样我看着你我害怕 我心里觉得你这么说让我心里很不踏实 我换语音打给你 好 我觉得我知道从你们刚才的在谈的内容我都听到了 我觉得你是有一颗粉色的心 粉色的心 粉色的心 没错 粉色的心 对 不过就是 其实我昨天想很多就是怎么跟你说 就是你真的很挺我 你就跟我对过眼神很多次 其实我真的很想学你 不过就是 怎么说 心里其实很难过 我也很难过 好 开心 喝杯咖啡好 要不要喝一下 以你为核心去匹配到很多的 有传球的 有三分的 你可以 你是特别的特别的喜欢你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喜欢你 然后 你考虑一下好吗 你 你 你不用顾 冯哥 哎拿点纸 拿点纸 哎姑娘请拿点纸 拿点纸 快 你先插一插 你先插一插 他每次用这一张 对 哎天牛 喂 啊 哈喽就 他们三个已经都说完表态了 你一定要跟着心走 然后不要 就是被我们所感动还是什么 所以说 我觉得我就支持你 然后 但是有一点 有一点 我们四个都非常喜欢你 而且你们 你在这个节目从开始到现在的 表现都非常的可爱 然后非常的善良 你真的再考虑一下 你别跟着心走 别跟着心走 你考虑一下 他没哭了 冯哥 你先插一下 你插一下眼泪一下 但是我跟你说 冯哥刚才真的就眼泪都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你再考虑好了一把天牛 我先安抚一下冯哥 然后先挂了 好 好 那我先来考虑一下 完了 打感情牌了那边 牛牛就留不住了 冯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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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哥 跟着星走 不要想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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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右 右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球员在篮下手下是一个威胁 不管它是对位的话 防守的人都会非常困难 要一个队伍中有这样的球员的话 对外线来说也是好事 它能更多给外线创造技术